炎炎夏日来杯蜂蜜水淡淡甜味 在口中化开清凉解渴 蜂蜜也被不少人奉为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而美国的最新研究更发现 它对心脏相关疾病或许有预防的效果 本身里面的一些天然糖或是一些简单的糖 它可以让我们心肌的代谢会更加顺畅 然后会有一点点冠状动脉扩张的一种效果 对一些周状孕化或是冠心症的患者 的心脚痛患者的确会有一点点帮助 只不过蜂蜜的糖分对人体来说 还是有建议摄取量 否则引发肥胖或是三高相关疾病 仍然对心血管不利 糖分摄取过多的时候 当然是你会有糖尿病发生的风险 糖尿病本身就是对血管 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威胁因子 所以原则上还是控制好你的血糖 是比较重要的 医师也提醒这项研究 对于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帮助可能不大 有不是症状还是建议就医 以免延误治疗 记者陈氏派长运席台北报道